我大替了啊 没有耳朵 一个通袭打破产 好我们一起 工作人员稍微拉一下 不要打不要打 Toyz遭忠陪生投袭打脸 孙生富含酷炫 何以雨水之欢 她说她会让我在小学院倒下 我不只会让她倒下 我还让她送进音乐 我只能说我们用信念而战 只想对你说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马卡巴卡 全霜2023终于之战 7月5号奖在台北小巨蛋正式开打 今天召集所有选手进行过棒 不过类游戏实况主Toyz 跟香港电竞教父钟培生 直接把效果拉满了 钟培生说她一定 她敢不敢来赌个拳子或什么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 她说她百分之一百 那这个陪瑞兰是我赢的 那就是好险 我想要现在赌那个赖场 全堂啊 阿松 哎哟哟哟哟哟 滑风突变了 很明显从中赔偿手势推断 忍家是不讲无的 直接全堂无损消耗一波 好我们请工作人稍微拉一下 带人回家 靠近一点好吗被挡住了 那个稍微挡一下 好我们在场上见证章 我们现在稍微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看看钟培生的表情也是挺可爱的 其实 你看你多糖 而网红翻顾男孩团长酷炫被行轩指控 偷拍亲密影片 成员孙生今天出席活动也向酷炫喊话出来说清楚 他们之前的结局就是有合议的这个雨水之欢啊 只想说他们是合议性骄傲 然后又没有偷拍 大家都等姚轩赶快出来讲 姚轩赶快出来讲 他现在做什么 肯定就是 一定心情都会多少受影响 反正他没有偷拍到对眼 他没有做任何违谤的事情 我觉得当事人自己来讲 更清楚 就是我一个哥们能给的最大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